你卖那么多票卖入给人家买的是想听你真唱 因为你吃的是这碗饭 你被称之为职业歌手 你不可以唱不下来 从上个月开始 就有一位博主质疑五月天资演唱会假唱 并放出了一段九月南京场的干杯 有网友说这才是行走的CD 话筒飞到外太空了 声音却比二十年前还要稳 五月天对口型的争议很快登上热松 于是音乐博主外天农夫也接受粉丝投稿 分离人设和伴奏只好用软件来分析阿希是否假唱 共十二首呢竟然有五首都是假唱 大家可以看这个跑的比较多啊 进唱以后就有点问题了啊 我们听突然都非常的准啊 好我们再听他第一句 我说真唱的这一句啊 判若两人是吧 这个干杯第一句 他这个是真唱 剩下的整首歌都为假唱 除了干杯之外 其他歌曲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再来听一下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好大家听到了 基本都不准啊 非常多的瑕疵 我们在这个软件里可以看到 都有不少的偏移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是真唱啊 还有这首温柔 也被认证一听就是真唱 五月天在上海上特地邀请了告五人 一起合唱了他们的代表作 有爱人错过 没想到结果麦田农夫分析之后 更是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就是说告五人两个人都是真唱 那五月天是假唱啊 这应该是告五人的男主唱是吧 可以看就是不稳不准的 到阿信了是吧 非常的准 看到了吧 请跟五月天的经纪公司在今天出面回应 表示五月天并没有假唱 但这个限定视频还是在各个平台引发了热议 评论区也基本分为两个阵营 有的路人觉得这就是在玩文字游戏 电影的确不是假唱 但身为专业歌手 这种质量的演出配不上五月天的超高人气 各是对粉丝的欺骗 可是粉丝们却说了 我听的就是一个情怀 不在乎开没开卖 更何况阿信今年已经47岁 人开这么多场演唱会 状态不佳也很正常 这时就有路人反驳 62岁张旋有开演唱会 那也从来都是坚持真唱的 林俊杰为了证明自己真唱 演唱会更是每回都能变出不一样的调 五百老师就更是面前选手了 累得喘不过气 却让观众帮忙唱 绝对轮不到自己加唱 这个是曲松啊 已经做出判断了 是假唱啊 最近曲松在大湾区音乐晚会上 演唱的有格不可 遭到了网友们的质疑 表示现场唱的这么稳 真的不是假唱吗 虽然有不少粉丝出面晚尊 不过到底是真唱还是假唱 只需要用软件鉴定一下 就有答案 前面有准的也有不太准的 我们继续往后看 很有意思 从这里开始呢 曲松就好像开挂一样的 就都准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修音 有些地方并没有修得很准啊 前几句确实挺具有迷惑性的啊 往后呢又特别的准 曲松这个呢 假唱了啊 不光是曲松成为了话题中心 曾在《我是歌舍》节目中 拿下歌王称号的华晨玉 翻唱《别仰这首大地》 也被骂出了南京的热色哦 还有李宇春不知是不是因为现场收音效果不好的缘故 一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同样发挥失常 被网友们追问这到底唱的是啥 如果说前面两位歌手还有粉丝帮忙控评 不走流量路线的谭薇薇就只能听一听网友们的实话了 改编还真不能乱编 好好的江湖风怎么唱成了西北风 改得很好下次不要再改了 都说没有对比却没有伤害 如果说内鱼是菜鸡护卓 等到港星们一登台 那才就赢得很彻底 当晚最佳还得是老牌歌手 刘德华一首《中国人》唱得霸气十足 就连詹博之这次也被网友们重点表扬 连一位演员唱歌都没有跑掉 内鱼歌手们真该回去好好练一练了 有些歌手因为现场唱得实在太好 甚至会被质疑假唱 没有饭派才能为他们的实力证明 第一位西琳娜一刚 当时还是女团成员的西琳娜一刚 在英雄联盟总决赛现场这一开口的高音 震撼了不少观众 更是有人质疑是不是假唱 直到看完饭派才是心服口服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黄霄云 三年前参加我是歌手节目师 作为踢管选手登台的他也因为表现得太过出色 被网友质疑是不是休了音 没想到人家在生日会现场再次唱起这首歌 跟节目中播出的版本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说前面两位歌手是因为唱得太好才遭到质疑 这两位可是被节目组给坑惨了 首先是王欣灵跟谭娜娜合唱深海时 就被网友质疑的唱功 认为她的声音完全被谭娜娜盖住了 直到听了未休音的版本 才见识到咱们王界的实力有多牛 啊 海岸为山传山传山传来你走去 他明白 他明白 我给付寝 与山传山传来你走去 曾毅和黄岐山合唱蓝莲花时 也是全程听不到她的声音 直到现场观众放出了饭拍 才发现是节目组把曾毅修得消音了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下两版的对比吧 关于这期内容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